我都可以在那邊按的啊 沒有按下去 你按哪一顆 哎呦 你這個 看哪一顆 富人疑似忘了按下車鈴過了站 他不滿的跟司機抱怨 說下次不來台南了 我都站起來了 你也不會問我一下嗎 我要注意路況 你覺得我要注意你嗎 還是我要注意 下次不會來台南了 夠了 台中不會怎樣 很誇張耶 抱怨司機很大牌 還說要投訴他 我們的司機先生也是很大牌 我們在台中不幹 富人說自己從台中第一次到台南玩 怎麼遇到這種事 最後落下這一句 一個人來這邊玩 竟然是叫退彈 後來 台南絕對不會發展 你也沒有客人可以站 這段影片在臉書上轉發 引起網友討論 不少人站在司機這一邊 市長黃偉哲也發文說 有觀光客下車忘了暗鈴 卻責怪司機大哥 實在令人不捨 他沒有停他就怪對觀光客司機 而且不僅是罵了觀光司機 還罵了台南市 我覺得其實這裡我們是有點遺憾 針對這個事件公司會對這個駕駛員 請專人去圍繞他的辛勞 請民眾要下車提早按下車鈴 客員業者回應 平時都會落實對司機的情緒管理 這次這名司機員的反應會給予獎勵 也希望客人能多體諒 司機開車的辛苦 華視新聞劉漢生台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